長沙環站 一出閘你就會看到這棟東西了 一分鐘報程就可以回到家 很勤,隔壁就是瑞豐 它所有東西都應該準備了七七八百 但我猜不到它的樓花其實是寫到去下年 它是華某和市建局合作的採料項目 都是香港首個用MIC 組裝合成法砌出來的我會議 堪稱這個28 它本來是打算開現扭碼 應該是未必做得錢 所以它是開示範單位看 還未開的,應該將會開 今天最主要是過來 看看周邊,然後再放下一個無人機 即是不同樓層的不同景觀 如果有現樓的話,其實是比較簡單的 先說一下項目的基本資料 如月就是位於東京街的28號 一棟角,提供198個單位 是312呎到594呎 固形就由1房到3房 主力就是1房,旗幟就是2房 最少單位的就是3房 偏小尺數,始終生年輕人會比較喜歡 尤其是1房,相對其他樓盤來說 它比較大 現時發展商就很少建300多呎的1房 通常都建200多呎的1房 所以挺難得 而且它是屬於一個單獨物業 基本上它四條邊都有多空間 可以早點零次出來 最難得它居然這麼有良心開天井位 所有單位都是名次 然後它示範單位開了,直到350呎 相當大的1房 樓底就3.200米 這邊就有東邊街 大街,車比較多 這邊就有楓榮街 你可以看到 是一條內街,偏靜一點 這邊就有學校,也挺近的 旁邊就圓滿了 圓周街商場就在裡面 這邊就最封 這區屬於40小學校模 中學屬於深水埗區 都有8間Band 1的中學 樓盤挺漂亮的 玻璃幕牆 而隔著一層是離地32米 有三層高的機造商場 滿足日常所需 再加起來會所 吃喝玩樂一條龍 十字路口的車都挺多 那就... 這邊就圓周街 對面馬路就有棟樓 開一角,再走去就好 很多東西吃 住在成熟社區 衣食住行都很方便 大廈入口面是圓周街 我們用這個做起點,起飛 現時的高度 是剛剛高過一個人的高度 我們看到大廈的門面都挺闊 整體就比周邊漂亮了很多 整個樓盤最主要的缺點 都是駛馬路 優點就是駛鐵路 成熟社區 什麼都有 然後我們開始上升 看看平面圖 樓盤最主要三面開桌 三面景觀 分別是向北的獅子山景 就是我們眼前的方向 前面就是海日角 低中尋無可避免地 一定會看到它 隔著一條內街面壁的感受 越入內街越是多樓 不過都好的 最起碼都隔著一條內街 而旁邊有棟舊樓 偏東京街那邊景觀會好一點 可以看穿過十字路口 再看多些山 我們現在這個高度 實質是住宅層的第一層 已經離地三十米高了 所以我們現在看的景觀是低層的景觀 我們現在看向西 看回最封的低層景觀 因為隔著四條馬路線 再加兩條限人路 扭一扭的間距夠闊 然後有兩條內街 還有最封的遠景 感覺上都良好的 我們再看看樓盤最美的景觀 向南的西九龍市區景 以及昂泉州的方向 我們飛到東邊街那邊的方向 就看回地鐵站 前面就是剛經過的協和小學的天台 就算這邊的最低層 都剛剛可以過了一個學校的屋邊 然後望穿的學校 就整個視野非常開闊 我們現在飛高一點 看看高層的景觀 整棟物業7-31樓是住宅層 頂層是天台 層與層的高度是3.26米 一層三梯九戶 全部都用三合一的露台 所有浴室都是有窗的 自從變成一個慈善基金之後 都真的挺善良的 它一年幾個盤都扭轉了 很多人對它以前小甜點時代的想法 現在絕對稱得上一個良心的發展商 我們是由天台那邊繞一圈 看一看高層的景觀 你看到向南的單位是很開躍 看到整個西九龍的市區景 再遠一點會看到少許縫海景 這個景觀相當OK 都是整個屋苑最美的一線景觀 我們可以由低到高慢慢提起 就算這邊的低層其實也很開躍 由七樓開始穿過學校之後都是學校 然後一些矮層的大廈 再遠一點就是高樓大廈 眼力好的朋友仔會看到左邊有少許縫海景 而且福隆街不是一條大街是一條內街 車流量相對來說少的 相信這邊的車價會貴一點點 贏在方向景觀 唯一的缺點就是低層會有些清聲和上學的鐘聲 我們最後看看向北的景觀 如果去到這麼高層 除了聚風影中 這類型的本身樓跟你差不多這麼高之外 基本上過了前面那些舊樓 都能看到一個全山景 如果是中低層那些 就一定是望樓景 不過樓與樓的間距仍是可善受的程度 另一個需要注意的重點 就是東京街是一條大街 車流量會比較大 是一定有噪音 但是越靠近東京街 你望出去的景觀是越闊 即是展觀和噪音 你選擇其中一個 今天的時間就到這裡 我是Lowis Rock 我們下期再見 拜拜 拜拜 by bwd6 by bwd6